三千结婚公司刚刚成立一个月不到 在我的统领之下 公司就吸引了第一次大规模裁员 公司总共就招了一名实习生 是我亲自招接来的 这两天让我亲手给裁掉了 反应是迅猛 操作是果断 甚至让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认为 我找这个人 就是为了体验一把裁员的快感 那作为一个批包公司的老板 裁员真的有快感吗 那如果有的话 这种快感是什么感觉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千结婚公司CEO B站倒霉区头盘UP如小玩 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来沈阳注册公司之后 所发生的something about Chinese风水 我是一个得到了上市公司高管 官方认证的风水不好的人 不得不说咱们评论局的老铁们 都是人才 你们的慰问我都收到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 我都会给你们的评论点一个赞 希望你们能带上我的祝福 好好的生活 一家公司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百年企业 满脑子想着攒钱结婚 能开发票肯定是不够的 它必须还得有自己的专业团队 不然的话 以后去纳斯达克敲钟我自己一个人去 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叫亚索了 所以研究指导还没下来的时候 我就糟糟的开始了 咱们公司的招聘工作 很快的我就招了一个小学妹 来公司来实习 一个月不到我就把她给裁了 是的你们有挺错 我是把她给裁了 我给了她一个月工资的赔偿 皮包公司不好招人 我飞机妈拉招了一个人 我还把她给裁了 那是我眼光有问题吗 实际上是因为我当时招人的时候 邮箱里边就收到了一份检订 6月24号的时候 我就去我们学校找学校的创业中心的老师 跟他们说我想招呼人 那学校的老师说 我们在校的这些企业 一般来讲招职历生 一个月得给到1000块钱左右 作为公子 我说老师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我这怎么的也是从北京回来的大CEO 1500一个月 然后老师就答应我了 说第二天会在创业中心的公众号上 帮我发布招聘需求 因为很多想兼职创业的学弟选妹 都会管住创业中心的公众号 所以应该会收到很多的简历 好巧不巧 这一天学校发布了一个公文 就是说以个人主体注册的 所有的学校各组织的账号 即日起全部停用 然后我就从郑州回到了谁 找了一个学生会主席来帮我发方圈 里边写的明明白的 不管你是谁 你帮我介绍过来一个人 我给你200块钱奖励 后来还是一份简历 没收上来 我问学生会主席 他说在200块钱还是挺吸引人的 但是学长你赶的时候太巧了 我们都在期末考试 没有人在考试备考的时候 有形式研究这个 当时我还是比较冷静的 虽然说期末好事 肯定会对这个事有影响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扩大影响力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我就提了一个方案 我说要不你帮我找点人 找个十几二十个的 他们都跟你一样发这个朋友圈 我给他们钱 当时我心里边合计 一个人是10块钱 找个40个不也就400块钱 结果好家伙 那学生会主席跟我说 一个人4块钱就行 我一听这话我就说 一个人4块钱呢 挺贵 那就先整个40条吧 第二天我终于收到了 一个学妹发来的简历 很快啊 啪的一下我就把他微信夹了 然后我就一顿给人家介绍了 因为我这发的朋友圈 就瞅着不打正规 我就跟人介绍 学妹我不是骗子 你看看这我B站账号 然后骗你的话 你可以来B站来报告我 又过了一天呢 我就跟这个学妹 安排面试见面了 见面之后聊了一下 发现这学妹 有服装店兼职的经验 同时呢形象也还不错啊 可以用来后续 我们做新账号的时候 真人出镜 然后我就开始给那花大饼 只能一下我就仰旧 是去A库公园 还是去港库公园 还是去拿赏课上次 给那学妹忽悠的一愣一愣 为了防止这个人跑了 或者是犹豫了 我就说要不咱现在就现场签合同 也没有打印记研 也没有电脑怎么签的 我就手写了一份合同 然后呢公司也没有工章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签名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当时写这份合同 有没有法律效应 但是呢他信了 我也信了 我肯定不能坑他呀 不是因为我的人品有多好 是因为他知道我B站账号啊 我要真坑他的话 他真过来捶我曝光我呀 哎呀这个学妹确实涉事未深的 当时他但凡在潜质之前 拿天眼查查一下 都能知道我这个公司有多不靠谱 但是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一次招聘呢 还是很勉强 很快应招人的问题就显现出来 虽然呢这个学妹在我看来 已经比很多童年人有秀非常多了 大姨就有意识在外面找师级 而且呢有时候我画大饼的时候 说那些话我自己都听不明白 但是他都听不明白 这就很厉害了 不过呢他只有19岁 在他不到一个月的这个工作时间里 确实呢出现了很多 让我实在实在是受不了的一些事 但是呢考虑到这个学妹 很有可能也会看到这期视频 公开出行的话 会影响人家后续的心态 咱们也就不多提了 我就说一下鸭子稻草的最后那口啰嗦 有一天呢我让他去对接一些 我线下合作的合作伙伴 有一家店呢他在沈阳的沈北挺偏的 晚上呢他就过来发微信 让我给他报销车费 因为沈北那边有很多的地铁站 公交车站 我又不傻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公交呢 他说沈北那家店附近没有地铁站 并且公交车他不会坐 公交车他不会坐 后来他好像还跟我说他是什么录持人 我也记不太清了 曹操曾经说过吗 不要愤怒 愤怒会夺取你的智慧 说白了就是失了字 我当时就是处于失了字的状态 我为了省钱的沈阳找一个司机身 1500块钱一个月 结果一个月不到打车报销 干出去650 这个事咱就不细摆出来 反正不是因为一件事 这只是让我做出决定的一个导火索 白热完报销这个事之后 我直接就发了这么一段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把你带好 而是我作为学长的责任比较大 超过50% 你这个月的工资加你下个月的工资 就一直到开学的时候 之前的那些工资我全都答给你 你可以回家了 或者找别的工作 你爱干啥干啥 想来学妹应该也很痛苦吧 喊累收下两个月的工资 弹幕可以说说 这波猜员到底是老板痛苦还是远恐痛苦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就是你们在找工作或者找实习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擦亮眼 看一眼这个公司 还有他的老板 千万别抬上我这样的傻逼皮包公司 跟吊丝CEO 那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如何食草呢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专业的商查神器 天眼查了 假设屏幕前的你们就是我招的学妹 我们把时间回到一个月之前 在签合同之前 你们怎么能判断我这家公司靠不靠谱呢 首先在天眼查APP搜索栏输入 沈阳展前结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我们点开主页看一看 看到这个法定代表人 这名有点眼熟啊 朋友们 这不B站倒霉区一格吗 这样人开的公司 闭谎 垃圾 注册资本才16万 就这实力能发几公子吗 垃圾 天眼查评分47 50分都没到 哎呦我去 接着咱们看公司的核心信息 有什么 公司电话 没有 网址没有 邮箱没有 地址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 51 52号公位 合着公司就俩公位啊 连个自己的办公场地都没有 这不就是批包公司吗 垃圾 再点开工商信息 看看公司的具体信息 人员规模跟社保人数都没有 合着的公司就一个人啊 还没叫社保 去了这样的公司 靠啥养老啊 再看看经营范围写这么多 本来还以为是一个业务很多的公司 实际上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带账的让我写的 另一半呢 是我在天眼查上 搜的别的公司copy点击股权传透图 一看百分之百控股 连个合伙人都没有 说明啥 这些人言品不行的 都没朋友 总之上 这公司千万不能去 谁去谁撒逼 通过这些数据 咱们找工作 就能有一个基础的判断了 上面说的这些 我可没跟你们开玩笑 你们要是真预料了 那坑公司 批包公司 那百分之百 不会像我一样给你们赔偿的 所以还是得强调一下 大家还是要在加入公司之前 好好在天眼查上搜一搜 这公司到底行不行 演习啊了 没判断好 或者是忘查了 真进这个不靠谱的公司 咋办呢 这个时候也不要晃 这天眼查上面 还有一个投诉功能 你把投诉投给天眼查 天眼查收到这个投诉 它还会反馈给相关部门 我给大家分享 这个实用的投诉小功能 是让大家避免以后被啃 即便被啃了 有一个自己保护的措施 而不是让你们去天眼查 上面投诉我的公司 理解了吗 友友们 理解了的友友 请在弹幕上打上理解 两年的时间 从被裁的人到裁人的人 恍惚间我好像突然回到了 两年前的那个下午 公司的人力副总裁 拿着大麦克风 对着底界的人说 公司已经承受不了亏损了 目前已经向政府报备了 进行50%以上的经济性裁员 都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理解 台下的人呢 吐口大骂 大家都在问 什么时候能给赔偿 给多少赔偿 两年后的今天 看着那个我招来的学妹 最后一次跟我通话 都在提醒我给她开公司 怕我跑路 我心里边也是五味杂陈 谁又不希望明天会更好呢 我在这转型里面